來,我們來問各位幾個簡單小問題 平靜的湖面上,快艇通過 旁邊的小船會晃一晃 請問你,它為什麼會晃一晃 請用POR的觀點來解釋 剛才提過的什麼 擾洞啊,BLABLABLA 什麼之類的東西,OK 然後請用POR的觀點來解釋 為什麼小船會晃一下呢? 會晃一下 停車站借問 來,你不要跟我舉手 阿,你好 3-3 沒在的 沒在的 4號 請用POR的觀點解釋 擾洞 能不能講稍微再仔細一點 好,請坐 擾洞 那時候 那個水就上下起伏 所以船就會跟著一起上下起伏 所以就會晃動 晃動 就是用POR的觀點來解釋 外界給一個擾洞 會產生一個起伏 這個起伏會向外面傳播 這個向外面傳播的起伏 那現在有個小孩子在游 在玩球 球掉到湖裡面去 他想說我丟石頭 然後呢 就會有水波向外傳 然後就會把球 波波波波波的把他趕回來 這樣子可以成功嗎 可以 為什麼 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不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可以 為什麼 不可以 driven 我們要找一位 Vin 大帥哥 大帥哥 你有不 有 21 不 五 21號 邱生 這樣 幾例啊 解釋啊 解釋 可以還是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戒指不會動啊 請坐下 你丟石頭可以引起水波 這個水波會向外面傳播 波形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什麼 戒指不會跟著 請他講過了 通過樹葉樹葉才上下晃下而已嘛 沒有跟著跑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法 球是不會被你趕回來的 所以用這個方法 沒有辦法撿回掉落的球 這又是告訴你 第一個重點是 動腦時間靈異是告訴你 波的意思 動腦時間靈異是我們講過的重點 叫做波形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跟著前進 就是Keyword的重點 OK嗎 OK